迪士尼新片《仙旅奇緣》 本週盛大登場 演繹這個經典通話故事當中 被後母不斷欺壓的灰姑娘 如何用善良和勇氣克服一切 並讓美夢成真 母親離世後 仙杜瑞拉的父親再娶 仙杜瑞拉熱情迎接後母 和她的兩位女兒 進入自己的家庭 然而父親去世後 仙杜瑞拉被後母一家 當成女僕對待 儘管遭到不合理的對待 仙杜瑞拉決心堅持母親的遺言 保持勇氣 善待他人 她不像絕望投降 也不仇恨虐待她的人 善良的人會得到老天的眷顧 王公向全國少女發出舞會邀請 後母不允許她參加舞會 還親手撕碎了母親留下的禮服 在神仙教母的幫助下 灰姑娘美夢成真 奧斯卡影后凱特布蘭奇化身壞后母 最後灰姑娘用善的力量改變一切 看仙旅奇緣 迪士尼還加碼全新動畫短片 冰雪奇緣驚喜連連 與安娜一同寬度生日 仙旅奇緣於3月13日 在北美登場 新唐人記者蘇香蘭 好萊塢報導 新唐人記者蘇香蘭